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這才是北京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 新一輪調查啟動 歐盟委員會對中國醫療器械採購展開調查 這一跡象讓北京越來越不安 農民種地要先交錢 內蒙官員夏田攔春耕 中共國務院專題學習 這一點極不正常 阿波羅網報導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4月24號星期三 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這才是北京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 隨著美國政府加大對華經濟制裁力度 中共面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報復 而是如何報復 美國國會正在快速推進一項打擊TikTok的法案 中共迅速地以牙還牙 也要求苹果公司從其中國應用商店中 下架一些在全球範圍內十分熱門的社交通訊應用 其中包括WhatsApp和Street 華爾街日報報導 對中共來說 這種舉動成本較低 而且能達成兩個目的 其一 中共得以回擊美國對TikTok的威脅 其二 下架這些應用會讓中共審查人員更容易控制公共輿論 令中共領導層懊惱的是 要想在不損害中共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做出回應 並不總是那麼容易 拜登政府於2022年禁止向中國出口先進製程芯片時 北京方面沒採取強烈的反制行動 原因之一是 中共仍需要西方的高科技 中共政府的猛烈抨擊只會加大中方從美國及其盟友處購買相關產品的難度 與此同時 中共政府一直在穩步打造其反制工具包 包括中共版本的華盛頓出口黑名單 又稱實體清單 被列入清單的外國公司不得在華銷售產品 中共還制定了反外國制裁法 向世界表明其反擊的意願 除了展示意圖 中共政府仍在盡力克制不去使用這些工具 因為不想讓國內經濟付出高昂代價 在中共政府看來 這可能會提高華盛頓方面 對中共採取更多制裁措施的成本 新一輪調查啟動 歐盟委員會對中國醫療器械採購展開調查 根據歐盟官方公報 歐盟委員會星期三 4月24日 對中國醫療器械公共採購展開調查 以確定歐洲供應商是否獲得公平准入 這是試圖保護歐盟生產商免受其所謂的不公平競爭影響的最新舉措 此次調查是歐盟啟用國際採購工具的首次調查 旨在促進國際公共採購市場准入的互惠性 這可能導致歐盟對中國醫療器械公司在歐盟公開招標中的競標施加限制 歐盟官方公報中列舉了歐盟委員會 懷疑中國不公平地偏袒中國投標人的多種方式 包括購買中國產品政策 進口限制以及異常低價的投標條件 導致以利潤為導向的公司無法滿足這些條件 歐盟委員會星期二 4月23日突擊搜查了一家中國安全設備公司 在荷蘭和波蘭的辦公室 歐洲議會星期二還投票通過了一項新法律 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 這項法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 此外 隨著歐盟展示其貿易實力 歐盟委員會於去年9月啟動了一項重大調查 以評估是否對更便宜的中國電動車進口徵收懲罰性關稅 布魯塞爾認為這些電動車受益於國家補貼 歐盟也還在調查運往歐洲的中國風力渦輪機和太陽能供應商獲得的補貼 這一跡象讓北京越來越不安 中共央行加大了對長期政府債券上漲的口頭抵制力度 警告可能出現逆轉 並暗示市場價格與經濟前景之間的脫鉤不匹配將得到糾正 FS168財經引述彭博社4月24日報道 最近的其他跡象表明 北京對收益率的持續下降感到越來越不安 監管機構已加大力度 通過一系列措施為股市降溫 但長期收益率仍有望測試約20年前創下的歷史地點 過去三個月裡 中共主權債券的表現優於全球主要同類債券 10年期和30年期國債收益率 目前處於罕見的低於央行關鍵政策利率的交易位置 儘管債券市場較低的融資成本可能有利於包括政府在內的借款人 但人們也擔心 這種情況可能會給債券多頭帶來適得其反的影響 央行官員告訴媒體 投資者應高度警惕利率風險 而那些持有大量長期債券的人 可能會在波動性上升的情況下 面臨更大的損失 隨著投資者在流動性充沛的金融體系中 大量購買公司債券已提高回報 中國的本地信貸收益率已跌至歷史最低水平 中共30年期政府債券的收益率 接近19年來的低點 與此同時 隨著中國努力解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固定收益投資者發現高收益選擇有限 彭博社稱 中國的收益率已經如此之低 以至於央行開始表現出不安的跡象 农民種地要先交錢 內蒙官員夏田蘭春耕 中共官方 中國農業電影電視中心官方微博帳號 中國三農發布本週一消息 內蒙古自治區開魯縣 多位種植戶反映 有鎮村幹部阻止他們夏田耕種 種地要交錢 而此前他們已簽訂了土地承包合同 該賬戶發布的採訪視頻中 正當村民開著農用車離地時 鎮政府三名官員阻撓村民耕地 一群官員圍住車輛 建華鎮黨委副書記紀雲浩首指司機說 你屬於搶占集體資源 地不屬於你們 此消息和視頻被包括新華社在內的 大量官方媒體涉美應用 對於鎮官員告訴村民 該片土地已經不屬於他們 村民覺得無法接受 建華鎮種植戶張文君說 你說我們這土地是承包的 一承包30年 你一下子就給我們砍下去 說合同終止不生效 其後在場的鎮派出所警察 對農民進行傳喚 這種事在中國是普遍現象 山東村民劉女士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根據合同法 沒有到期的 你沒有權利增加租金 土地沒過承包期 這樣做肯定不合理不合法 因為現在政府的財政狀況不好 要增加收入 山東林夷都有土地還在承包期之內 要求老百姓增加租金 長期關注農民土地權益的賈陵敏告訴記者 內蒙古有關當局的行為嚴重違法 農民當年承包土地時 就是30年承包期 農民把一塊生地養熟需要3年時間 其後才能達到文產的土地 在鎮政府看來 農民把荒找地變成水澆地 土地增值了 農民就應該不交增值費 在江蘇 中國第一代農民工張建平 對自由亞洲電台說 如果農民沒有土地使用權 就不能稱之為農民 實際上還是電戶 甚至可以說是農奴 中共國務院專題學習 這一點極不正常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孫瑞厚報導 22日下午 中共國務院以進一步深化資本市場改革 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為主題 進行第七次專題學習 李強在主持學習 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 劉國中 國務委員王小紅做交流發言 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提交了書面發言 評論人士鄭裕文在海外社交平臺表示 集體學習資本市場很正常 有點不正常的是 管政法的公安部長王小紅進行發言 一般人的理解是 資本市場和公安部長關係不大 那麼他的發言意味著 接下來在資本市場的所謂制度建設中 公安的力量要介入 也就是對上市公司和券商的監管 打擊力度會加強 但中國正經事實認為 國務院資本市場專題學習 有公安部長發言 只給了分管金融副總理書面發言機會 一點不奇怪 加快建設安全的資本市場 要看到整個關於資本市場的描述 第一個詞就是安全 這個表述不光光是抓人的問題 主要是去年三季度中央政法委 站在中美金融站角度的大報告 得到了高度認可和重要批示 記者小五說 國家治理特務化 國安化 網友Gavin肇表示 經濟問題公安解決 網友周說號說 金針要大力介入 您的鼓勵是我們前行的力量 萬分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 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您的點贊 轉發和留言 會增強這個視頻的傳播 我們也在干净世界平台 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跟進世界 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明明已是我們的描述中 按Look 石 報告 報告 報告